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Mo Verney 去了哪裡 今集我在多倫多 Ontario 加拿大 Honda 加拿大很好人 給了我這一部全新 2022年的Honda Civic Hatchback 它的型號Trim Level Sport Touring 是最高境界的Trim Level 這部Hatchback也是有棍波 大家所知 現在的車賣少見少 好少有棍波 所以現在有一個Hatchback 就叫Save the Manual 這集我給你看 其實如果你留心看看前面 其實如果我這樣給你看前面 你是不會知道 究竟是一部Sedan 即是四門房車 還是五門Hatchback 要看到後面才知道 這部Hatchback有很多不同顏色的選擇 其中有常見的黑色、白色 灰色就是Sonic Grey 還有Boost Blue 也有提供 它就給了Rally Red 就像那首歌 紅色的跑車換著帶著神秘 紅色的孤車寧願帶著會美 雖然呢 這部紅色 你可見人見智 你可以告訴我 究竟是Commen 你喜歡不喜歡的 如果你選這部車 你會選擇是甚麼色 你看到後面就是Hatchback 後面的尾巴 比上一代的Seeric 上一代Seeric 就好像很有高達Gundam的感覺 很多angle 很多line 很忙碌 我本人就很喜歡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說 好混亂 很多假fence 還有太多angle 好像機械車都不是一輛車 這次Honda 就比較 後面就是 比較簡單 Refined 還有 比較沒有那麼誇張 浮誇的 這個 看看你喜不喜歡 見不見 這個尾巴 給我感覺 就好像 Audi 那隻 A7 那個 Fastback 即是Hatchback 但是 某些人 我覺得尾巴 都好像Kia Stinger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不同感 那 你看到這部車 它的盒金輪 是有 SILVER 和黑色 搭配在這個 紅色車道 不錯的 18吋 後面 是有 雙 雙 分開的 exhaust pipe 然後 後面有一個 Diffuser 其實都很Sporty 加一個水泊 那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 Store space 這個Store space 好像其他車一樣 你可以拉下 後面的座位 其實都很大的 有Privacy 這個 但很多時候 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我不是很喜歡 因為舊起來 這個東西 就很容易爛 不過現在很多都是這樣的 然後再加這個 再保護 那變成 人家看不到你裏面 收藏有什麼 那這個Double 的Privacy 我覺得都不錯 那 你看到這邊 就有些 Crone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這個Crone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的盒金輪 黑色 然後紅色 然後那個 倒後鏡的邊 又黑色 我就覺得 這一塊 如果是黑色 會比較厚 那變成 不會那麼怪 為什麼會無端是SILVER 因為你前面的Grill 已經是黑色 那我就覺得 那個Crone 就比較有少少 好像沒有 好像不適合 那這個車 那這個車呢 前面有LED 有LED Ford Light 那你看到 這個前面的Grill 是比其他 Regular的Sedan 是不同的 就是大一點的洞 跑一點 還有 還有 這個車呢 就有1.5L Turbo 4氣缸 180匹馬力 和177扭力 的 lbps 那我現在 給你後面 看看後面 是怎樣的 這個後面 它就有 因為這個是Sport Touring 它就有 Heater Seats 在後面 有 Power Window 那這裡呢 就有60-40 Split 你可以拉低 這個椅子 可以再多一點 那麼 中間呢 後面就沒有Venolation 那麼 這個Combat Sedeman 都很多都沒有 但是 它就有兩個 這個Outlet 變成了 比如有小孩在後面 那就可以的 可以用Tablet 那些 對不對 那麼 那我給你前面 前面就有 Power Window Power Mirrors 那麼 前面就是Power 的One Touch 就會降低 降高的Window 這裡就沒有了 後面 後面那兩個就沒有 那這個就Power Adjustable 的椅子 那椅子呢 我就可以告訴你 OK 我就覺得好像硬了少少 那這個 Again 又是見仁見智 那你呢 又來個Honda 就說Hello 你好 那麼 那你看我這裡了 棍波 6個Speed 的棍波 那這裡呢 就很Simple 我喜歡這些東西簡潔的 有些車就真的很多 混亂兼很多鍵 根本你都不會用的 那這個呢 你看到這些位置 你穿了才會穿的 那挺有趣 有這個Dual Climate Control 那這裡呢 就是它今年比較特別 就是呢 製造一塊好像Honeycomb的東西 就變了 看起來好像不同些 和自成的一個 那我覺得其實它的Interior 就高級過上一手的 那是比較Refined 比較簡潔而舒服的 那這個又有天窗 這個Sport Touring 這個Monitor就在這裡 那Monitor呢 其實它的Screen都不錯 很大 但是可惜呢 我就比較現在喜歡 那些Monitor 不是凸了出來 就是這個還是凸了出來 有些已經是凸了進去的了 那這個就是個 Steering Wheel 這個車呢 有Heated Steering Wheel 有Heated Seed 前面 和Heated Seed 後面 那很多車 Heated Seed 前面 是開始已經普遍 但是你說這車 是Seer Wheel 有Heated Steering Wheel 和後面也有Heated Seed 那我就覺得 幾特別 那現在呢 這個就是Wireless Charger 那你見到 都還有一些Wireless 的Wire給你的 如果沒有 那這個非常之好 現在很多車 2020年開始 就開始有Charger 那變了沒有那麼 其實沒有那麼煩 那些Wireless 周圍周圍周圍 就這樣Wireless 就足夠 那呢 這裏就是Cup Holder Center Console 那這個Box 那裏就是 那裏 那我給你們看 這個Bose System 那這件事我還要講一講 就是Honda要讚人 就是 上一手那些C-Wire 無論什麼 System 那些Audio都很難聽 很多Distortion 好混亂 都不好聽 但是這次Bose 在這個車上 你可以感覺到高級了 而且好聽很多的音樂 So Kudos to them 那就是終於upgrade了這個Audio 有一個好的駕駛音響的樂趣 那有很多東西在這個Steering View 又有Voice Control 又Volume 又有很多Cruise Control 各方面的Lane Train 那我現在開啟了 那我現在開啟了 開啟了 那這個Digital Dashboard 那你看到之前是黑色的 現在呢 開啟了之後 你看到Auto On Sync 就是所有東西突出 那你看到這個東西很特別呢 就是中間呢 它有一個Honda Hatchback的圖案 如果你踩駕駛 它會有燈的 如果你轉右呢 它又會有轉右 轉左它又轉左 那我按Emergency 就應該兩個燈都會有燈的 你看 兩個燈都會有燈的 兩個燈都會有燈的 那它的Detail 那你看到呢 左邊就是 那個溫度計 右邊就是 入油的油 你有幾個Level 那這裡就可以看到 你聽到什麼歌 什麼時間 幾個燈都會有幾個油 還有幾個油 還有幾個油 那這裡有一件事很特別的 你 你會知道你後面呢 有沒有人 纜維安全帶 如果沒有呢 會響 還有好像飛機一樣 你知道哪一個已經坐了很久 那這個呢 螢幕檔就很清晰很大了 那可以touch screen 又可以用扭鈕去調大聲 那有serious examen 在這部車裡面 那就是home navigation 很簡單的東西 但是就 非常之 有用 很多東西都 那 那 Overline 講 這部車已經不再是 Honda Silver 已經不再是 basic 的車 是有駕駛樂趣 有 style 還有 equipment 有 expectation 那 那 whether你喜歡這個款 還是以前的款 就見不見了 因為之前那個款 就比較angle 有多些 lines 還有 很aggressive 很sporty 那這個呢 就比較 refine 就比較修煉一點 就沒有那麼過態 那 我本人就喜歡以前那個款 多些 但是 如果你說 interior 各方面 駕駛下去呢 這部車 幾好 那個suspension 不錯 轉彎 滾球 各方面 始終 為甚麼Cewic 是大佬 King of Compact 就是因為他們 真的 知道要怎樣去做 做一架 適中 reasonable price 的車 有Value 而可以 帶到駕駛樂趣 這個是他成功的一部分 還有 希望所有的車 車廠保留這個滾球 因為我很喜歡滾球 很多人都喜歡滾球 希望大家收睇 如果大家喜歡 收睇我的 記得訂閱 OK Movernie 去哪裏 今集結束了 拜拜